中国是竹子的故乡 竹子生长周期短 材质柔韧 可塑性强 两千多年前 中国的先民就开始用竹子 加工编制竹框 竹篮 竹盘 竹盒 等各种农具日常用具 好的竹编制品 一般要经过设计 造型 加工竹子灭片 染色 编织 油漆等十几道工具 才能最终成为一件件 美观大方的生活用品 匠心独具的手工艺品 这里 是浙江东洋的一家家族竹编厂 这个设计图给你 然后我翻译成中文 交给你了以后 可以开始做一些测试 好吧 好的 与外商谈生意 是何家第二代竹编大师何鸿冰的日常工作之一 从批竹到拉丝 从设计到编织 何鸿冰的竹编日用品与工艺品 融入了更多的时代与创新元素 与国外的用户交流以后 就发现在国外也非常流行 所以国外也非常推崇 现在我们在做一些比较具有设计感的 比较有现代意识的一些现代的造型 现代的元素 何鸿冰的父亲何福里 从一个只有小学文化基础的灭将 成长为一代国家级的竹编大师 这间以故宫角楼为原型 按照一比三十的比例创作的竹木望月楼 高度超过一米 历时三年编制而成 是何福里自己最为得意与珍视的一件竹编作品 望月楼融合了四十多种竹编技法 最为精细的地方 一厘米的宽度 可容纳五十多根看起来细如发丝的灭丝 门窗可以自由开关 很细的但头发是一样的密室 一定要有学做 做自己比较便宜的 主要是工艺 有平民兵则 有立体兵则 我用了四种兵则方法 不同的兵则方法 生于1948年的卢光华长在竹编世家 学得了一首竹编技艺 卢光华的绝活是通过多年探索 将细如丝 光如丑 薄如涓 美如锦的精细平面竹编工艺 成功应用到中国书法国画图案的表现之中 既保持中国书画神韵 又体现传统工艺特色 使之成为极具文化内涵 与民族特色的竹工艺精品 这是卢光华用各种规格的竹丝精心编制而成的 中国古代著名书法家赵孟甫的作品 细微处竹丝如发 从谋篇布局到每个字的肩甲结构 笔画笔饰 无不追求展示书法原作的神韵与风采 一代又一代竹编匠人们 桥手编织者中国竹之美 在岁月中流转 不停地走向远方